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嘛 因为涉及到川普 涉及到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全世界都在关注 我看我有朋友在加拿大、欧洲、澳洲、中国大陆这些 给我的反馈就是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美国这次总统大选 看看川普能不能够赢 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说 对世界来说 实际上是个非常关键的一战 我们知道现在左派政府 像拜登的话 他已经比较年迈昏庸 他实际上认知能力已经非常差了 体力也跟不上了 那他现在实际上真正 我认为他也是被民主党内极左派的人们所操控 或控制或胁迫 所以美国在出台了这么多 非常极左的 非常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式的那些政策 并且很多都是道德败坏的东西 在吹捧 你比方这个变形人 乱性 这个同性欲乱 还有这些对小孩进行青春阻断器 实施阻断器 像那种什么就是说 民主党在加州弄的这种950关键以下 就是说不予其数 就是说很多就是说 很多就是让这个美国陷入这种困境的这些 据说呢 都是这些极左翼的人 他们做出来 所以总统的川普的回归 意味着就是说 对于美国大广大民众来说呢 意味着就是说 回归传统和保守主义 回归对神的信仰 回归美国的立国基础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那个黑暗的势力 邪恶势力 他肯定是不高兴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邪恶的黑暗势力呢 已经对川普进行刺杀 行刺 他们在阻止他 所以中国老百姓呢 中国媒体在社会媒体上迅速传播这些消息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其实很正常的 中共显然是那个不太 似乎中共政府好像不太喜欢川普 他们可能更喜欢贺锦丽和民主党人 因为他们知道川普会加大对中共的制裁和惩罚 所以基本上不管什么样的消息 我想这个中国老百姓都会关心 他们可能也更加会关心川普 但让有些人也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那些宣传呢 可能倾向于支持拜登 不管怎么说 关于美国政府的事情 或关于拜登川普这些事情呢 人们关心传播是很自然的 但虽然在美国也是 就是说 至于说这个深层政府存不存在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 因为你比方说 像这次这个暗杀事件 当然肯定不是拜登 我不认为是拜登政府做的 那有什么人在做呢 枪手还不止一个 他可以动用这么大的力量 还有2020年这个选举窃选的时候 六个摇摆中 在半夜同时停止机票 这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势力的干预 才能让它停止的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又不是这个政府做的 那是谁做的呢? 我们叫它深层政府不对嘛 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深层政府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有它的根据的 那拜登是不是病危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独立的报道呢 拜登确实在这个宣布退出之前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呢 确实是发病入院 在这个UNLV那个大学的医疗中心 后来又上了那个空军一号 送到马里兰州 约翰霍普钦斯大学的医院去治疗 经济治疗 然后又回到这个家中 德拉华的家中 在他的家中呢 他写了这一批纸 据说是他写的吧 就是要退选的信 然后在那个21号正式宣布的时候呢 是在里格 又在白宫正式宣布 这个确实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那个拜登即使在他这个电视上 宣布的时候 拜登宣布那天 我正好在美国直映桌的那个节目 我们都在等着看拜登那个 说他要退出的原因 但实际上他也没有真正把他的原因说出来 他说是要给这个新一代年轻的人 给他们一些机会 如果真要给他机会的话呢 你干嘛还要去竞选连任呢 你早点给他机会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也没有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也是值得问 那是不是这个民主党内部高层 迫使他 逼使他 策选的 川普总统就说他认为是这个 这个哈特吉利和一些民主党的大佬 都用那个宪法第25修正案 用这个来威胁拜登 所以呢 我想川普也不会 这个作为一个前总统 现任候选人 他也不会轻易地说这些话 他在白宫啊 华盛顿还是有很多消息来源 所以呢 我想这个呢 这个只是说明呢 就是现在所有世界都对美国这个选举呢 抱以无限的关注 非常严肃的关注 因为它确实是很重要 您认为拜登退选 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种变数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对大选的总统选举 实际上没什么变数 没有太大的变数 因为首先呢 这个这个哈里斯呢 现在哈里斯很有可能出现 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他本来的就是 就是拜登的副手的候选人 所以呢 如果拜登不行的话 这也不会 他的那个感召力也不行 所以呢 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说击败 击败川普 本来呢 拜登呢 就是这个民主党推出来的 他是民主党1500万选民 在初选中 那个推出来的党代表 推出来的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说他实际上是在这个民主党中呢 获得了最多的支持 那这个哈里斯呢 他实际上没有他那么多的支持 他就更不可能去击败这个川普 我想这个在总统选举上 如果没有那个切票 倒票的事情发生 如果这个舞弊的问题 可以真正的杜绝的话 那本川普应该是会当选的 肯定会当选的 但是呢民主党呢 他们现在可能是更关注的呢 或更这个人们很重要 就是说加大力度做的呢 想要去确保就是他们不会把参议院给丢掉 因为他们知道的就是说 众议院他们是肯定是不能拿回来的 但参议院呢他们很担心参议院去掉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 或比较这个有活力一点的候选人能 能够就是说换起他们一些 他支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盘的民众 那有报导说好像这个哈里斯的这个民调 好像高于川普 这个报导是真实的情况吗 不是的 这个是这个就是虚假的报导 这个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呢 主流媒体呢已经彻底的堕落 如果大家如果还不记忆不清的话呢 我可以跟大家回想一下 那他们从2016年就是说选举以后 尤其是18年的那个中期选举 到后来呢 实际上都已经偏离了媒体公正的那个报导原则 一窝倒 一面倒的就是说 支持那个民主党反对川普 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惊的 因为以前美国社会不是这样的 美国媒体呢基本上都是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但是后来呢18年以后呢 他基本上就是全部都偏左 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深层政府 我认为呢就是因为深层政府的力量 在这个购买收买了所有的这些媒体 当然呢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个有一个媒体没被收买 或者这个媒体就是马斯克这个购买下的推特 他是唯一的一个呢就是说继续支持保守派 并且也让这个左派发声的这样一个媒体 但其他的媒体呢所有的主流媒体呢 你看到的都是一面倒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2020年选举以后 和2022年的中级选举以后呢 都非常明显的展示出他们这个偏袒的情形 在那个2016年选举的时候 甚至他们这些主流媒体 甚至说希拉里是96%的机会当选 川普只有4%的机会 然后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这个媒体公然这样集体的 大面积的撒谎在欺骗我们 这个确实是美国近代史上 一个非常 现在史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解决 以后可能会解决 所以他现在呢 他们又开始新一轮 这个哈里斯呢 原来在拜登的那个做希拉里斯的副手 他的那个民调的支持率呢 比拜登还低 拜登我们知道就是34%是非常低的 最后最低的一个总统 尤其在经济问题上 边境问题上 这个支持率非常低 而哈里斯作为一个失败的副总统呢 比拜登还要低 那如果比拜登还要支持率 还要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现在他代替拜登呢 马上这个民调就出现反转呢 这是根本不可能 而我们看到的 这些全都是主流媒体在造假 在欺骗我们 如果看到有一些少量的 就是说独立的媒体 真实的媒体的话呢 他们的一个素质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个哈里斯和川普根本就不接近 川普是大幅度领先 川普是大幅度领先 现在人们已经把这个主流媒体 做到他们的民调呢 我想更多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了 他们不是想反映民意 而是他们想左右民意 所以川普实际上是两倍的优势 原来川普和这个拜登呢 也是60比40 60比50 川普都是领先10是20点 那现在这个哈里斯的真正的民调 根据我们以前对哈里斯的了解呢 他应该是比拜登还要低一点 所以这个60和30这个是比较新的 我可以顺便给大家 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东西 我这边给大家顺便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民调呢 这个搞民调的人呢 他可以胡说八道 可以欺骗 可以四处左右人们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很说明问题 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赌盘的赌局上 在这个我们知道在拉斯维加斯 你可以去对任何东西下注 下注 下赌 当然会去赌这个今年选举谁会赢 川普和贺锦丽 在拉斯维加斯这个赌局赌盘上 川普的赢率呢是62% 而贺锦丽呢是35% 为什么这个那么可信呢 因为呢这涉及到这些赌博的人 他们拿着自己的钱 拿着真金白银去赌 他们如果下赌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去左右任何人的舆论 或者欺骗人 因为他要对自己的钱负责 所以他们这个赌徒的和赌场 这些呢 美国这个博彩业 他们这个选情那个这个几率的数字 川普62 特计是35%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加准确的反映 那这也跟这个独立媒体的60-30的比例呢 比较接近 川普的真实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态势 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想 我想这个很多保守派的评论员呢 分析员呢大家都在 像是保守派的民众也都认为 这些这个深层政府呢 或者这些美国政坛这些邪恶的势力 这个邪恶的势力呢 可能包括深层政府 包括那些极端的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那些国际主义者 那些国际主义者 他们是说 他们是促心其力的 要把川普拉起来 我相信是这股力量呢 在背后策划了第一次的这个枪击难件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们肯定会做这个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这个如果大家可能有些朋友 他们也看过了有一个预言呢 是美国的一个牧师 叫Brandon Bix Brandon Bix 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三四月份的时候 他做了预言 他预言说川普会被刺 然后呢 子弹会插过他的耳朵 他会那个蹲下蹲到地上 所以说跟这次在兵级法尼亚州 巴特尔这个磁场案件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预言准确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这个真实到的 所以说川普可能被刺 或者那个对手 可能会用这种刺杀 政治谋杀的方式 这个很多很多人都讲 很多很多预言的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预言到 是川普那个右耳朵 然后呢 他又趴下蹲下 然后呢 又子弹击中 所以这些都跟这个 刚刚发生这个 7月13号发生的事情 一模一样 那这个人如果这个 上次这个预测准确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听 他对以后的未来的预测 他的预测就是 可能还会有一次刺杀事件 暗杀事件 这次会有一个女士 金发的女士 穿着很得体 可能穿着很高雅的服装 在一个场合金发女郎 在一个场合试图刺杀 这个当然这个牧师呢 牧师呢 Brandon Biggs呢 他在呼吁人们的祈祷 向神祈祷 希望那个能够 川普能躲过 这是第二次刺杀 我相信这个这个案 居然他把这个事情 透露出来的话 第二次是暗杀可能很可能 也会以失败告终 但目前川普呢 就是面临着这个 美国的敌人 实际上是人类的敌人 要是这些共产主义 和极端的邪恶社会主义者 极端主义者 这个黑暗势力呢 要这个扼杀美国回归 传统和正统的这个努力 所以这个目前川普的促进 实际上还是有危险 但是我想美国民意 还有这个神的护用 这次宾州巴特勒这个枪杀案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 你如果不带偏见 你仔细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川普就在那个子弹 激动他脑袋之前呢 因为你偏了一下头 子弹就插着耳朵过去 如果不偏一下头的话呢 子弹就会打入他的头颅 今天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所以这个绝对是神的干预 神的保佑 那就说如果这些人还要继续 要加害于他的话呢 那就是你像是跟神的意志 跟創始祖的意志在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现在川普奉献的处境 我想很多人会祈祷 会祈祷上场来保护川普 但是川普当然也会加强 他的个人的安全和反观 他们也是很简单的 他们也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他就是我自然而国 文字幕制作为 这是什么 最后的事 也是很简单的 他讳定 算抗 亏 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